日月潭是很多人心中的旅遊勝地 有了人潮 那自然就成為美食聚集地 在這裡的大街上 你可以吃得到台菜 小吃 原住民料理 還有熱炒 可是在這裡有一家餐廳非常的特別 它雖然位置有點偏遠 而且還要爬一段山坡才能上去 但是很多人來到日月潭 就為了要到這家餐廳 一場金牌出師的手藝 擦進店裡 牆面上掛著滿滿的獎狀跟獎牌 有金獎 銀獎 優等獎 其中不乏許多國際舉辦的廚藝大賽 而且許多明星跟政治人物 都曾到此品嘗盤中美味 一整串閃亮亮的獎牌 都是輝煌的戰績 這是我們廚師界最高榮耀 那個金帽廚師 很開心 前年是拿到新秀廚師 就是40歲以下才能拿的 人稱阿風師的他 年紀輕輕就有著一身好手藝 所以儘管餐廳 禮日月潭鬧區有段距離 還是很多人吻鄉而來 像這道招牌必吃水晶雞 以上桌仿佛雲霧飄渺 朦朧間看見雞肉現出圓形 用時下最潮的分子料理手法 重組出如同玻璃珠般清透的金球 多汁的去骨雞肉搭配酸甜的金球 兼具香氣跟滑嫩的口感 哇 應該實在太敬業了 講真的 拜盤什麼看起來就是很好吃 我想說哇 這種地方還有這種師傅 他有放一些那種果汁做的分子料理 我覺得那很非常特別 那個都是在比較高端的餐廳或飯店才有 就是會讓你有一種吃在嘴邊 會有驚喜感 讓人驚喜的金牌大廚 其實過去對做餐飲沒興趣 阿峰師退伍後 曾經在外頭的餐廳做過一兩年 但真正把她推上料理之路的 其實是她的母親 你回來了 這樣沒用嗎 對 這樣沒用 沒用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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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有人買啊 對啊 要去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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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跟在媽媽身邊幫忙 阿峰師卸下金牌廚師的傲氣 顯得格外溫柔 在廚房裡 母子倆也適合做無間 這裡啊 喔 這裡有一個比較好嗎 當年在母親的堅持下 阿峰師就在媽媽的餐廳裡跟著做 邊做邊學 慈母也化身言詩 因為她要求會比較高啊 對啊 她要求我比較高啊 所以就是事情都要做好啊